来看到宜兰人的大喜事 经过了十多年的规划争取 宜兰美术馆昨天隆重开幕 而全国各地的艺文人士都到场来参与这场盛会 其中最大的惊喜 就是高龄107岁的国宝级大师王潘元 也在子女的陪同之下 亲临现场见证历史上的一刻 在美术馆的开幕典礼当中 首展就是王潘元的72副珍贵创作 原本顾及王老已经高龄107岁 身体状况可能无法出席见证美术馆重要的一刻 不过到了最后这位国宝级真的出现 给现场众多贵宾一个大惊喜 因为这是王潘元老师最重要的心愿 来 欢迎王潘元老师 非常非常谢谢联合怀音师 会们来的实心照顾 非常感谢 我们请刚刚坐在第一排的贵宾 还有三位均化的化驾成功上 奏承还有兰王潘老师上前 本来没有预计要过来 因为好像听到各方 各方大家都很期待 能够看到我父亲最近的状况 那我也看我父亲的一些健康状况 应该还可以啦 还可以 所以我就跟文化局联络了 如果那天可以的话 那就带着我爸爸出席 因为这一任县美术馆 一直是我爸爸 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期待 很大的一个愿望 今天很棒 能如期的来到现场 爸爸有说什么 你有怎么说 你有跟他怎么说吗 有跟他讲 有跟他讲说 带你来一任县美术馆 看一看 转一转 对 请剪裁 谢谢 我们用热热的展示 见证专利 写信的一刻 谢谢 在县长与来宾的见证下 美术馆正式营运 县府非常感谢许多人用心付出 而且美术馆不只是典藏展示跟教育功能 更是文化艺术的创作中心 也能促进另类的观光发展 对于在地跟我们台湾各地 以及跟国际对话的一个平台 那在美术馆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倡议 那也在所有的艺术文化界 包括中央地方包括台湾人的共同的合作 配合再可以跟美术馆来完成 我称赞代表美术馆政府 与全体美术馆的人数来感谢 这十几年来付出的所有人 所以未来 我们的美术馆是一个核心馆 我们的概念跟普遍的不同 可以让我们国地 有很多的力量专行做美术馆 我们也引进很多美术馆 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前辈 可以来作为一个 很好的核心作品 創作的中心 因为现在发展这种的文化 体验和文化观光 应该是一个阶段 台湾共同的最重要的来源 我们现在有传统的树中心 有博物馆家族 现在我们还有美术馆作为核心馆 我们要配合国地的这种 力量文化空间的在利用 在开幕典礼当中 世纪当代舞团 带来令人惊艳的现代舞蹈 为活动留下完美的据点 宜兰新武记者张力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